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元指数创高 所以整个亚洲的股汇市都惨 各位你看我们新来币 贬了接近三年的新低 但是相较日本韩国 我们倒是都老神宅宅 老型宅宅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这是一个资金的一个移转 所以说这种冲击一定要挺过去 不是说这个时候 你就要把股市看得太坏 错了 而是全子股跟中小型股 外资的心态跟内资的心态 你一定要做出区隔 同样的地球上有人很幸福 有人很不得志 就是天堂跟地狱 股市也一样 我验证给你看 来各位 先把蔡老师的一个祝福放在你心里 中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来 各位看到了 我给你画出8月26号 这是包额偏鹰的言论 上礼拜五美国股市大跌 结果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 包括今天早上美国股市都持续跌 道雄稍微的反弹一下 来你来看看什么 科技类股 落难 各位你看看 上礼拜五大跌持续跌 昨天看看这个 有机会反弹的一个K线 今天能不能够开高走高 如果开高走高的话 美国的官员 联储的官员 又出来跟你讲说 这个利率变化 一定要更鹰派的话 那你应该就知道 美国股 美国股市 包括美国政府的心态 是很笃定的 他一定要抢劫全世界的财富 说了你可能也不相信 但是他们都一直在重复 每七八年就在干一件这种事情 那这一次是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 他们自己搞出来的 让中国做大了 所以他现阶段过了14年后 他要想尽办法把这个中国的一个第二大的经济体把他搞翻掉 所以我们都只能在旁边 各位不要讲说赔账太沉重 各位你一定要趋吉避凶 来各位 包括费城半导体也一样 上礼拜五礼拜一礼拜三 包括今天早上全部都跌 好来各位 美国股市跌成这样 包括外资啊 昨天卖了台湾股市332亿 我昨天就有跟你讲说你不要怪政府没护盘一定有护 但是政府不会撒到用500亿昨天去抵消 礼拜四的卖压对不对 果不其然昨天外资加我们自营商啊 自己人竟然还在偷卖台积电各位 卖了140几亿 两个加起来 外资加自营商卖了480亿 你叫投信情何以堪啊 投信跟自营商是不是要打起来 这个时局点还在卖台积电 你对台积电这么没信心吗 各位啊 这些自营部门该抓起来打屁股啊 明明政府在护盘还在卖台积电 各位是不是 那你来看看 蔡老师的原则永远不会改变 盘是这么的艰辛 你能够依赖的方向 依赖的老师 我相信蔡老师绝对是其中一个选择性 我跟你讲过 永远不要做空台股 包括今天台股短线目的 依旧是这个观念 来看看 礼拜一台股最低跌了430几点 尾盘跌352对不对 礼拜一晚上蔡老师脑袋一定是疯掉 8月29礼拜一晚上 我竟然跟你介绍森达科 过去要放盘 我给你介绍森达科 你自己看 我跟你讲低诡卫星的起 企机建和森达科重期 森达科礼拜一跌4块 大盘跌400多点 他跌4块可以吗 收在169.5 各位这是礼拜一 今天是9月2号对不对 森达科 184.5 近期新高 森达科 你看看 蔡老师有没有糊弄你 森达科 169.5对不对 今天创近期新高 184.5 这礼拜一 礼拜二 来各位 礼拜二跟你讲联雅 8月30号 对不对 跟你讲联雅嘛 跟你比较光通讯累积 对不对 联雅光环全新跟IET 有没有 联雅那时候180.5 各位有没有 第三季毛利拼回升 联雅今天181 是不是也是近期新高 各位是不是 是吧 联雅 礼拜三跟你讲拓凯 自行车零件了 8月31号 我跟你讲的都是正面观念 各位是不是 自行车零件的 立起贵蒙日词跟拓凯 有吧 拓凯 那时候多少钱 178 对不对 你说这个盘这么的严峻 拓凯这礼拜还是天天创高 今天180.5 各位是不是 昨天晚上跟你讲什么 同志 昨天大盘又大跌了 对不对 车用电子 车网电 维生 同志跟系统电 有没有 同志 昨天涨3.5 186 逆势走扬 今天呢 依旧再创近期新高 188.5 各位有没有 我跟你讲的东西 对照目前的一个盘式 各位 其实你应该知道 蔡老师跟你 诉诸的观点就是 我们既然做股票 就是在买股票 你不是在跟着大盘 也不是说这个期货跟选择权不好 而不是每天在做这些 赌上赌下 赌涨赌跌 各位对不对 你买的是一个公司的未来 公司的股价会不会涨 不就这样就可以了吗 你干嘛把自己负担那么大 难道你要去当美国总统 没必要吧 各位还是联准会主席 没必要吧 看他在演讲就知道照本宣科 演讲眼睛有没有在看桌面 跟看你 你就知道了嘛 你看蔡老师有没有在看演讲稿 你看蔡老师眼睛是不是在看你 所以蔡老师想法都在我脑子里 我从来不看演讲稿 你自己去看上礼拜五 包尔的眼睛是不是都在看下面 你得出结论了嘛 他讲的那个偏音派言论 一定是人家拿给他 叫他照本宣科的嘛 你懂了吗 社会这么的险恶 你再来看看 蔡老师跟你讲6153的一个加联益 8月底有没有跟你讲加联益 当时跟你讲亏损足迹减 PCB软板加联益 台俊益加跟续卵有没有 你看看加联益 那一天还跌0.6元24.7 第三季力拼转盈 好来 今天盘中给你出消息 加联益8月份营收渴望成长 本季拼亏转盈 这奇怪了 这记者是有在看我的节目的 跟我讲的一模一样嘛 而且我还跟你讲什么 他营收渴望一路走高到11月 他这边才跟你讲说 8月营收渴望优于7月 你这几天等待的 除了今天晚上美国股市能够收高之外 就是其他强势的个股 赶快这个时候赶快出来救驾 对不对 赶快来放营收新高 希望越多越好 不就是这样吗 各位 不然你还期待什么 这个台风赶快结束 现阶段都在下台风雨 希望大家平安 各位 所以你看看加联益 今天凭什么创新高 凭蔡老师介绍 凭什么创新高 是不是 247 今天多少 282 有没有 你再来看 核大 8月份跟你讲核大 汽车传动系统 江心段核大跟创右 有没有看到 核大那时候多少 82块2 1536 有没有 今天的核大 90.9 各位是不是 股市 往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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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老师跟你介绍的往上涨 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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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觉得很奇特吗 我跟你讲的都是法人股 我从来不跟你讲那些小型的主力标股 你应该知道蔡老师在说什么 那些纯粹要害投资人的东西我不会介绍 各位知道了没 你来看看保雅 知道保雅吧 去过吧 蔡老师介绍 蔡老师8月份介绍保雅 那怎么办保雅会不会一直跌 正好跟你想的相反 保雅 新农全家统一超 营运低点已过保雅第三季 编什么 季增双位数 有没有 跌时6块350.5 有没有 保雅今天呢 股市创近期新低 保雅竟然来到453 各位你刚刚没看错 这是350 这350 今天是453 这应该不是蔡老师自己画的吧 近期新高 还没完 各位你再来看看 阳明光 8月份跟你讲阳明光 来 蔡老师跟你讲苹果头仔的一个什么 一个装置概念 郁金光阳明光 郁金光阳明光 有没有 阳明光那时候多少钱 93跌0.2 是不是 是吧 今天阳明光9月2号 116.5 你再来看一遍 阳明光那时候多少钱 93 现阶段 今天大盘这么的烂 蔡老师跟你讲了 阳明光116.5 今天早上 经济日报 阳明光第三季营运 冲高点 第三季出货 有亮点 来 冲高点 这好像只有一个点 这不算抄袭 不要再说了 免得你又以为跟论文 挂在一起 蔡老师不碰政治的 来各位 你看看郁金光 来各位 6月份跟你讲 郁金光因为第二季营收就是最低 营运最低 所以他开始要反转了 各位有没有 郁金光有没有 郁金光 那时候多少 415 有没有 今天的郁金光收盘也是近期新高 累累 458.5 昨天接近460 是不是 所以得出什么结论 你再来看看 蔡老师跟你讲高尔夫球据 虽然冷门我也去研究出来 8938的一个民安 大田明安复盛跟居民 有没有 明安那时候讲多少钱 跌1块9 85块 你看看今天不得了 明安8938 113.5 再看一遍 刚刚多少钱 85块 现在呢 113 一档80块的个股 有办法给你涨了接近30块 你看蔡老师的节目 你看你收获多少 我跟你讲的 我一直研究企业前景跟营收 因为我始终相信这才是股价上扬 你能够赚钱的关键 你要的是研究那些法人会买的股票 不是你的亲戚朋友 跟你的兄弟姐妹会买的股票 你们买完之后不会涨烂怎么办 叫别人去买 然后你再到处去 缺德的事不要做 因为报应很快就来了 各位对不对 想一想郁金光当初谁 前一天放空之后 隔天在媒体上去出文章去看空郁金光 我不是跟你讲郁金光公司 可以法务去告他 各位 现阶段郁金光股价创高 各位你想一想 当初一个多月前的那个消息 是谁在影响股价 所以我告诉你 市场上所有都是金融大鳄 都想要坑杀你 各位我希望你好好行一行 只有蔡老师能够担任你的守护者 各位蔡老师有这个自信 所以我问各位 你敢不敢虎口拔虚 不要说拔牙 拔虚就很厉害 我才不相信有办法虎口拔牙 除非那只老虎是死的 对不对 虎口拔虚就称真技术 各位 所以准备好 下礼拜要买什么股票 要卖什么股票 你都要有战略 没有战略的 你来蔡老师这边要 蔡老师枪在手 欢迎你跟着我的讯息走 一通电话彻底解决你操作 台湾股市的疑难杂症 我们把节目时间交还给佑达 好 更多的操作策略 建议广告回来 请蔡老师帮大家来分析 欢迎你回到一言新邦 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 好的 感谢佑达 各位不用再想那么多 因为今天礼拜五已经 这礼拜盘已经跑掉了 不管你要做什么样的动作 都等下礼拜一 你再好好的把握 因为你没办法扭转过去 但是你可以掌握未来 蔡老师邀请你拿出专业来 好不好 也不要再去听什么名牌 听名牌的我才不相信 天上有天空会掉馅饼的事 大部分掉下来都是鸟粪 各位你知道吗 所以不要一天到晚 想做不劳而获的事 懂了没 蔡老师忠心的祝福 尤其台风天 大家注意安全 你跟你的家人 大家都平安健康 最近蔡老师住板桥 最近都听到救护车 出勤很频繁的这些铃声 因为疫情有一点在扩大 希望大家都平安 好不好 那不幸坐上救护车 希望赶快康复回家 好不好 小症状 大家齐心协力把它度过 股市的是蔡老师 完全莫忘初衷 因为真传一句话 假传万卷书 我说真相就是产业面 你的股票涨不涨是产业面 而不是一天到晚说什么 这边低档就是绝佳的买点 那边高档就是绝佳的卖点 那盘中的都闭起来 笑掉大牙 各位同业是不是这样做的 你自己去评分 有没有 我说假象才是万条线 哪一条线不准又换下一条 有没有 月线不准换季线 季线不准换年线 年线不准这样换半年线 攻击的呢 五日线不准换三日线 不然换两日线 你干脆换五秒线好了 各位 还不是价格产生在前面 后面才会有所谓的 所谓的一个线形 跟移动平均线 所以什么样强 产业面最强 各位 买到股票才是关键 怎么买的 我不是盘中都已经在帮你了吗 来各位 今天大盘 尾盘跌了一百二十几点 对不对 不用慌嘛 蔡老师盘中不是在吗 我是不是10点20 现在是10点28分到10点40分左右 我跟你讲台办跟什么 蓬城 有没有 整个二极体就这两只 我没跟你讲强貌 也没跟你讲 这个所谓的德维 各位有没有 你看台办 那时候是不是10点36分 93块6 是不是 是吧 大盘跌86点 对 结果你看台办 蔡老师讲的时候93块多 竟然给你拉了6块4 涨停板100.5 拉拉到99块4 差1块1就所涨停板 还没完嘛 那蓬城 来各位 一样一样 各位 我盘中的影片都放上网路 自己去看 好不好 蔡老师希望你肯定我的专业 其他的请跟着我来 好不好 请跟我走 来各位 5425的一个台办 8月26 88.5 今天盘中99点是过 创新高了嘛 对不对 今天下午 法州会 富邦证券办的 在军阅饭店 你不用去 蔡老师帮你解释就好 好不好 我看完之后 礼拜一 跟着我的命令走 好不好 来蓬城 8255蓬城 来 192 10点36分 有没有 是不是 美元攀高 雅臂跳水 内支做多 护盘升温 有没有 护盘真的很吃力 你看哪有看过 八大公股 虽然说那些钱 不用钱 对不对 但是昨天买了111亿 你看上头多着急 再这样下去选举还选吗 各位是不是 上头比你还着急 想要反手做多 所以你不要在这个时候添乱子 尤其是自营商 各位对不对 全职股跟中小型股分好就好了 该赚你的钱 人家也不会拦你的路 又不是拦路虎 对不对 所以你看看蓬城 198 192 198 192 这不就是专业吗 各位是不是 8月19200块 今天最高198 各位蓬城是7月营收新高 看看8月份是不是续创新高 整流二集体 只有蓬城7月份新高 那台办的话是月减1%而已 希望都加油 好不好 这蔡老师都跟你讲过了 蓬城二集体的一个族群 都跟你介绍过了 所以我如数加征 187 有没有 是吧 你回到这个盘式 你说这个礼拜的盘 礼拜一不就已经告诉你 整个盘面就是不理想吗 这礼拜一对不对 礼拜一大盘式近期新低 蔡老师跟你讲四个字叫什么 周一效应 准不准 今天大盘是不是再收近期新低 各位 昨天大盘跌293点做收 有没有 是不是 今天那个盘式呢 各位是不是再跌啊 各位 当人再跌啊 这怎么涨 各位是不是 今天那个盘 美元指数这时间不够了 要跳过去 说联准会 这边要升息再6 有没有 然后台币 是不是 你看这里 来来来 我怎么准备那么多资料 各位你看看 我写的时候最低106 比较强 各位台积电不管怎样它都落难 因为我昨天跟你讲了 我说外资起码卖2万张台积电 记不记得蔡老师昨天说的 结果昨天啊 外资真的卖1万8千张 是不是 我刚刚你讲的天乱就是自营商 你有事没事你卖台积电干嘛 台积电真的不能爆吗 还是你自营商根本就是啊 短线操作 追高杀低的能手 我们认为一定就是自营商啊 所以啊 政府都在买啊 外面的麻烦都解决不了 还有内部的自营商在卖 你看昨天八大关股是不是买到啊 快要喊救命 所以不要在这个时候添乱 有任何难题 蔡老师邀请你 产业选股见真章 战胜恐惧的秘诀 永远都不会改变 就是你要认真的研究产业面 唯有产业面 才能够让你正面迎战所有的危机 所以不论台股走长多还是短线震荡 你都要认真寻找会大涨的股票 保持正面的心态 如果专业能力不足没关系 蔡老师来帮助你 蔡老师来辅助你 枪在手 跟着蔡老师的讯息走就对了 一通电话彻底解决 你操作台湾股市的疑难杂症 我们把节目时间交还给佑达 好 最后提醒观众朋友们 本公司一所推介 分析之各不有加证券 无不当决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该要独立判断 选顺评估并且支付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